关心社会消息 新北市有一名就读华刚异校的17岁少年 昨天清晨骑着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机车上课的途中 在十字路口被撞飞伤众不治 他的父亲赶到了医院 看到肇事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痛骂他撞死人跟撞死一条狗一样看起来冷漠 在急证室里他持刀刺杀了肇事男子 男子到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 17岁少年的机车拦腰折断 车壳碎裂 少年被左转的轿车撞杯 当场伤众不治 回到车祸现场还可以看到机车残骸 触目惊心 就在骑车上学的途中 还在就读华刚异校的少年 被车子撞得脸部变形 急救无效 他的父亲因为不能接受儿子死了 又看到肇事男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居然在医院拿出预藏的刀子 刺激男子颈部 男子严重受创有生命危险 而少年的父亲也因此被移送法办 有被带的 你现在上次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现在在家户变保 少年的父亲可能涉及杀人未遂 伤害等罪 最后被以十万元交保 不过他最重可能得面临七年有期徒刑 一位父亲痛失爱子让人同情 不过专家提醒 面对这种情况 家属一定要由亲友或心理医师陪同 不然一时失控酿成大祸 只会再贴悲剧一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